世界辣不大,我想去看看 大家好,我是怎么拍怎么胖脸 还像大盘子的乐乐 今天我来到了一个特别原生态的景区 五家台 五家台是免费的4A级景区 被誉为茶旅融合的典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啊,这里将茶文化与旅游 完美的结合到了一起 来这边旅游的游客可以休闲度假 他可以一边休闲度假 一边体验茶文化 看茶园特别的好 据说这里以前是皇家园林 创始人叫武昌臣 1784年的时候 五家台的茶叶被禁封到了皇宫 乾隆皇帝尝了之后 哇,觉得这个茶叶 人间少有,龙颜大悦 就玉笔钦提了皇恩宠希4个字 做成了金牌匾 赐给了武昌臣 现在金牌匾被供奉在武家的宗祠里 这块大石头呀 是后来才做的 并不是乾隆皇帝亲笔提的 沿着这个木栈道一路向前走 有一个小亭子叫龙安亭 这个亭子是武家台的茶叶被皇帝赏识之后才建的 而且建这个亭子也是有原因的 茶叶火了之后啊 来这边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人多却没地歇脚 所以大家就给武昌臣提建议 老弟呀 我们这逛着逛着逛累了 也没地歇呀 你建个歇脚的地儿吧 然后这个亭子就出现了 它上边的亭子不是叫龙安亭吗 龙安亭主要就是武昌臣为了感谢皇帝的赏识 还有谢主龙安的意思 在亭子下面拍照特别好看 万绿丛中一小亭 嗯 绝了 在龙安亭的对面有一个大茶壶 我打算等会儿去那边看一看 这个大茶壶也为景区信了不少游客 据说这个大茶壶的位置啊 以前是一个道观 道观的馆主和武昌臣是望年之交 不过岁月流逝 名人已故 后人为了纪念他们 就在道观的这个位置上修建了一个大茶壶 之后又在道观的遗址中 挖出了一个客友 湖里乾坤大 玄机小坛中的铜壶 所以就给这个大茶壶取名为乾坤壶 总的来说五家台风景特别的好 空气也清新 四周还若有若无的 漂浮着水汽 显气飘飘的 一眼望过去满眼的绿色 眼睛特别舒服 非常推荐大家过来逛一逛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赞转发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咯 咱们下期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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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咱们下期再见咱们下期再见 Verf